上邁辦公主管交辦的事 下屬努力達成 但新竹市衛生局 就有一位女科長 不滿底下記事業務掌握度不佳 公然罵豬頭兩個字 吃上官司判賠三萬元 在一般的聊天互動上 這還好 但是在職場上可能比較不適合 記事被罵豬頭可不止一次 二零二二年九月 王姓女科長在辦公室內 罵了至少三次 記事表達不滿 豬頭有貶義的意涵 認為侵害名譽 害得他憂鬱焦慮 甚至紅斑信狼艙發作 求償三十萬 王姓女科長辯解 當時認為該員業務掌握度不佳 不記得有罵三次豬頭 應該是一時氣氛的口頭禪 不是故意 事後傳簡訊給記事道歉 還說玩笑及逆稱 讓您受委屈了 而後會注意的 就是這些訊息 成為罵人鐵證 法官判賠三萬元 豬頭代表愚笨的意思 因此如果罵人為豬頭的話 涉及公然侮辱罪 依法可以除九千元的罰金 另外就這個罵人的情況下 也是一個民視侵權行為 可以請求相當於精神培葬的衛福金 過去就有網友用 晉級的巨人中的車利巨人 調感他人長相 埃法一萬兩千元 台東地院也曾有判決 罵人相交出事 因為涉及性侵犯的意思 還有人說 這回不管是氣憤的講 你是豬頭喔 還是俏皮的酸 你豬頭喔 聽的人 只要身心不舒服 就要小心 哀告被罰 扁醫用語 還是少說為妙 三群旅燕章號 伊利安保 新竹報導 今晚期